根據美國行業協會全國零售商聯合會 和Posfer Insights & Analytics公司的調查 估計有1.82億人計劃 由感恩節到網絡週一期間購物 調查又顯示 感恩節期間預計將有超過3,200萬人在美國購物 而黑色週五期間 預計將有超過1.3億人前往商店或網上購物 聯合會估計 由11月至12月底的假日季銷售額將給去年增長約3%至4% 達到9,573億美元至9,666億美元 美國農業局聯合會上週三表示 一場10人的感恩節盛宴 預計平均花費為61.17美元 比去年的平均價格64.05美元 便宜2.88美元 降幅約4.5%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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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